哈喽,欢迎收看公民丁108会考解A特级 这支影片我们要讲解第40题 这支题目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先来啥暂停 把题目看完再继续看详解哦 题目最后要问的是地方名义代表 所以A和B选项提到的立法委员就不是我们要选的 因为立法委员是中央名义代表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想法来推论 这两个都是错误选项 接下来我们要看看C珠哪一个是正确答案 题目提到了新竹县和县内的竹北市 所以你可以发现题目已经暗示我们竹北市是县辖市了 而生活在新竹县竹北市的民众 因为住在新竹县所以会选出县议员 而同时县辖市的竹北市则是选出市民代表 不过要注意的是 C选项提到的市议员只有直辖市和省辖市会出现 而竹北市是县辖市 不会有这个地方名义代表出现 因此租选项的县议员和市民代表 才是我们的正确答案咯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这题的详解 建议你可以去看看公民丁关于地方政府的介绍 后者可以继续看下一题哦 感谢你的收看 别忘了喜欢订阅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